字幕君 李宗盛 看下我們這個小區的原林環境是否很美、很舒服 這個小區有10萬瓣的古樹原林建築 非常舒適的小區 就是我們的五州家園 這個項目由行機地產開發的 不是香港的行機 是我們珠海本土的行機 沒錯 這個項目已經發展到第二期了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樓盤 包括了我們的這些高層單位 以及我們的獨棟別墅 我們現在就在二期的這個小區裏面 這個小區裏面好像這些大大小小的百年古樹 有很多棵的 尤其這棵厲害 這個很大名堂的 五百年古樹 是屬於我們的保護的樹種 你看我們感受整個小區的圓林環境 前後也有花園 以及很靠近我們的白騰湖 白騰湖現在政府正在改造 它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延河岸的濕地公園 到時我們這麼多位業主朋友就可以走出去 就可以感受到我們白騰湖的這個風光 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它是一個半包圍式的一個小區 這邊一排的這個單位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排 後期的話我們中間就是這個圓林 再加我們的獨棟別墅 然後前面會有一排超大平層 望正何景的這些大單位 還未興建 我們現在賣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前面這個塔基的上面 就是這個吊機旁邊的 建筋的這一座 29座 29座的話 它是一個兩梯五房的設計 包括有我們最小面積的 52平方的兩房單位 很實用的 這個廳大主人房 主人房還有衣帽 52平方做兩房 主人房還有衣帽 你敢相信 這個單位的話 總價只有一百萬左右 一百萬出頭 然後還有我們的 88平方和89平方的這個 四房單位 上了90平方的話 就有一個98的這個四房 98的四房的話 它是一個東南平洋單位 來的 看著我們的這個別墅景 毫無遮擋的 我們的這個89平方 它就是單邊位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白騰湖景觀 現在我們看到的 就在26棟的樓下 到時大唐交樓就是這樣 它還會升級 這個因為26棟是以前的 舊的 我們現在走進去 就會看到 我們的這個28棟 村櫃28棟 我們去29棟 就可以整體實體樓 哦 有一樣東西 忘記跟大家說 看到我們這個玻璃頂 這個玻璃頂 它下面的話 就是我們的下沉式會所 我們的會所的話 它包括會有我們的 打羽毛球的場館 然後 肯定有 放我們健身器材的室內健身房 瑜伽房 那些 泳池我們都有 我們在一期的話 是有一個室外的泳池 這個泳池的話 無論一期還是二期的業主 都是可以享受到的 還有我們的會所 因為我們這個是封閉式的會所 它是給我們業主使用的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的 我們現在就走進去我們的示範單位 帶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零四弧形 五十二平方 是我們二十九棟最小的面積 你不要看它小 它可以做到實用空間非常大 從入門口跟大家開始介紹一下 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入門的位置 看看我們的圖紙 見不見 由我們的這個 廳位開始到陽台 送一半的面積給你 兩房的話 主人房還有一個大衣帽間 開間的話 有三米六 五十二平方的單位 客廳開間竟然有三米六 你看到的都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好口中的門 還有我們的智能門鎖 一進來的話 這個設計非常特別 就是我們的一個廚房 對 很大的廚房 五十二平方 是這樣的廚房 還有我們是用天然氣管道的 我們雖然是小面積 但是它是住宅 順住宅 它就不是我們的電 它是用天然氣的 然後的話 我們的這個護形的膠標 因為它小面積 它不配洗碗機 大一點的所有護形 全部都有洗碗機 以及我們的消毒碗� 我們這個護形就有消毒碗� 現在你看到的這些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淨水器 新宿的水龍頭 大升盤等等 這裡的話 還有一個名窗 有我們的排線通方名窗 然後它會有一個門 有一個玻璃門 就隔絕一下油煙 下來煮 對 然後這裡還可以 作為我們的半開房式廚房 作為小巴桌用 看看我們這個三米六開間的客廳 闊不闊 如果你說對比於周邊同期的產品 例如我們的滑發胡心明輝來說 79平方的三房價錢 跟我們這個護形來說 差不多 不過我們的客廳空間 這裡大了30公分 那邊是3.3公分 這邊是3.6公分 整體的空間更加大 來看看我們的廳位和我們的露台 這個護形的話 我們現在是在29棟的2樓 這是實境來的 是可以看到護境的 對比來說 我們還有景觀可以看到護境 你見不見河邊很多滑機 那裡是私近宮 因為那裡是一個室地公園 即沿著河邊的情侶路 白騰湖西區情侶路 環境非常漂亮 這是實境 我們現在才在2樓 再高一點 景觀更漂亮 還有一個問題 嗯 這些是不是膠樓的玻璃 沒錯 非常厚重的雙層玻璃 也是我們的膠標 隔音的玻璃 不需要自己封窗 油限一筆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膠樓標準 我們這個 除了上面這個黑色的射燈沒有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有的 冷氣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用我們的日立 或者到時用同等牌子的一個膠標 然後我們的護牆板 全部都是有的 背景牆 整理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裡是術出作為一個膠樓的標準 我們兩房 它就只有一個衛生間 但你可以感受一下這個衛生間的一個大小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膠樓標準 然後上面安裝了我們史密斯的熱水器 整好 包括我們的地磚都是防滑的瓷磚 這些地磚全部都整好 以及我們的旅學金的踢腳線 旅購板 這些全部都有 很高的 來看看我們的這個房間 這間房你需要買些什麼呢 只需要買這個床墊皮膚 床墊皮膚 床墊皮膚 其他全部都包含了 這個櫃 這個櫃 這個櫃是有的 書桌是有的 吊櫃是有的 我們橘櫃是有的 橘櫃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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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有的 是不是很高標準的 沒錯 你只需要買皮膚就可以入住了 這間主人房真是劇烈推薦了 52平方的主人房 可以做到有100平方戶型的主人房的大小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的話 它有一個衣務間 衣務間啊 南北對樓 這個房間可以做到南北對樓 兩個窗口位置 而且可以看到我們的白頭戶景啊 這個單位的話 是靈異戶型的98平方 我們01和02 都是同樣的一個單位 98平方的一個四房 由入門口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戶型的話 相較88和89的戶型 最大的區別是我們入門有一個入戶花園的位置 我們這邊有我們的一個去水位 插座和我們的水龍頭 這個空間的話 其實可以把洗衣機放在這裡 可以放到洗衣機 可以放到洗衣機 沒有問題的 我們的這個掃地機器人啊 這些都可以了 然後進來可以感受一下我們整體的這個廳位 是否非常寬闊舒適呢 這個就是199 你看看我們的廚房 我們一個長條型L字型的一個廚房 廚房裏面的這個交扭標準的話 是比較高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 有洗碗機 然後有消毒這個碗櫃 都是我們的一個交扭標準 解放你的雙手 是的 就算在大陸沒有工人姐姐都不要緊 兩工可絕對不會因為誰要洗會而吵架的 這些都是我們的交扭標準 這個空間是可以放到雙開的大冰箱的 因為我們這個廚位的話 這個是開不到的 是的 所以這裡放雙開冰箱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很多朋友仔都說 其實大聲盤比兩個聲盤更有用 這裡就可以滿足到你了 這個超大聲盤 嗯 超大 然後這裡有槍 然後我們上面的話 有我們從下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是的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整體的這個 4米開間的大廳 贈送面積非常多 送一半的廳位 我們的空調已經裝好了 全屋的護牆板已經弄完了 交樓的時候就會有護牆板 包括我們的這個 背景場都幫你做好了 又節省一點點 對 到時你不用怎樣裝修了 因為很多朋友仔說 在大陸裝修 第一 很麻煩 他沒有時間過來看 然後又要選擇 很麻煩 這些就全部弄完了 你只需要買我們的Shopper 買我們的餐桌 茶几就OK了 我們兩個禍室的話 那些廠也希望大家打好 好 來看看我們的這個大露台 這個是一個南向的單位 我們102是東南向 可以看到湖的 因為前面會建的別墅 還有 最前排現在勾基活動的位置 那邊是會有一排的大平層的單位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們南向是望花園的 別墅景 選到五層高以上的話 就是沒有遮擋的 有300米的樓渠 我們這個小區 對面的小區有300米的樓渠 非常寬闊的景觀 0102也是 很寬闊的圓嵌景 應該在隔縫中可以看到一些湖 少少 我們來看看 它封了窗 然後有很厚重的 中空LowE的推拉門 如果大家想要廳更闊 其實可以拖出去 可以拖出去 就更加闊 因為我們已經有4米的開間 然後再進深 拖出去就會更深 這個廳更加舒適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個是一個四房 第一間房 你感受一下它的大小 是吧 那現在製造的都有 都有 沒有這個床鋪 沒有這個枕頭 其他這些東西沒有 其實 但是我們硬件上面的衣櫃 書桌 吊櫃 空條 塔塔咪 全部都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然後你感受一下 這兩間房間的大小 其實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送的東西都是這兩間 是送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感覺這間 包入住 是啊 這間空間更加闊一點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它幾間房間 除了主人房之外 它三間房的大小 是很平均的 這個98個匯形 這間房間 它沒有做塔塔咪 但是它做了櫃 那些是有的 就是那個衣櫃 這張床的話 是一個1米5闊的一個床 所以你自己可以 根據你的大小 選擇我們的 對 選擇我們的床鋪 我們的戶場板 這些已經整好給大家 燈啊 所以膠樓標準其實很高 我們房間裡面 是一個科合木地板 膠樓標準 是這樣的 然後 這個是我們的工位部分 工位 熱水器整好 林浴區空間都很大 鏡櫃那些全部都有 很喜歡這個小小的漂春筒 可以放那些沐浴露之類的 很方便 對了 進來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我們帶有一個到訂的大衣櫃 這個是我們的家樓標準 主人房的衛生間 跟我們客戶的 即這個客戶似的話 其實大小差不多 但是的話 我們主人房的馬桶的話 衛生間的馬桶 全部都是用科勒電動的馬桶 是的 對 更新的 一樣帶有我們的熱水器 因為我們每個衛生間 都有一個熱水器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它是儲存式熱水器的問題 我們主人房的大小 你可以感受一下 是放2米大床 完全OK的 這個弧形 98平方可以做到4房 03弧形88平方 是一個4房單位 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弧形 大家可能開始跟阿欣一樣 都是分不清楚 究竟03和05 一個88 一個89 差平方 大家都是這樣的 一個4房 有什麼區別呢 有什麼區別 現在跟你詳細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03的88平方的話 因為是29栋 它是跟28栋是鏡像對稱的 所以這個03 它是貼著28栋的05 它在位置上 它就不算是單邊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 看出去 可能就會看到 一點點 它們之間的空隙 天井 這個弧形的話 它是有 我們的餐廳位置 又有窗口 再加上這些窗口 其實它是比較方正結構的 一個單位 方方正正 有一點點南北通透的感覺 整個廳就送了一半的空間 過來看看 其實最大的區別 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05 89平方 它是單邊 因為我們 這個就貼著28栋 那05 它旁邊是 這個 和30栋之間 它就不是貼在一起的 30栋是獨棟 所以我們05 是單邊 差一平方 就是單邊和不單邊的區別 這邊的話 雖然不單邊 你看看這個環境 很直觀的 這裡看得多漂亮 很漂亮 看得很遠的一個湖 還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香海橋 是嗎 這是這麼漂亮 看得開的 對呀 包括那邊的一個紅鶴橋 都可以看得到 很漂亮的一個景觀 大家來感受一下 我們這個3米6開間的廳位 因為有廚房部分 它就不會說 對停 對 可能就是這個 然後你看看我們的房間大小 四房的一個設計 全部都有了 其實你說兩間房間 這樣的櫃打起來 又可以節省一點點錢 如果你用漂亮的版材 可能這兩間房間 打起來都要 兩三萬是走不掉的 一定要的 你全屋的 我們所有房間的衣櫃 打起來 你是幾萬元 五六萬是一定要的 對 因為用的都是漂亮的 所以你看看 裝修費用又會節省 我們來看看它的四房設計 我們衛生間的大小 這個是一個客廁 我們的主人房 同樣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 沒錯 我們的衛生間 其實它這戶型格 88 89 98 都有點相似 都有點相似 其實就看看你喜歡哪一個感覺上 零五匯形 89平方 四房單位 這個匯形 跟我們03 88的區別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的廳位不同了 我們的廳位的話 更加闊落 這個是一個3米8開間的大客廳 是不是很舒服呢 挺身感覺很闊 沒錯 因為我們88平方的03 雖然跟89差一平方 但是那邊的廳位開間是3米6 這個是3米8 多20公分闊度 所以你的廳就感覺上舒適 大氣很多 我們這個湖形的話 通風採光度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的採光窗口很多 包括入門口這個位置的話 就有一個採光窗 這裡有一個採光窗 通風的 然後來到我們的廚房部分 廚房部分這邊的採光窗 現在目前可以看到一些湖景 可以看到一些湖景 有這個窗的通風下外又增強 對了 兩邊通風採光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些 都是我們的膠標 我們的消毒碗櫃露灶 我們的抽油煙機 洗碗機 這些都是膠樓的標準 然後來看看我們全屋的護牆板 背景板 長布藝術七面的這個牆 都是膠標 我們的中央空調 我們的射燈 統燈 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沒有這個吊燈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大客廳 3米8開間 是不是很舒服 這個感覺比較舒適 對 闊落很多 就進去沒有那麼局促 是不是 差一平方的視覺效果 其實原來是挺明顯的 我覺得 可能我先入圍著 我覺得這個單邊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我們買了這個 五洲家園29凍的客戶 基本上都是選擇這個單邊圍 都選擇單邊 所以搞到我對它有點偏見 有一點偏愛 你看看我們這個陽台 陽台的話 它看出去就可以很直觀的看到 它會更加貼近我們的壺景 是不是 很舒服 我們現在才是二樓 二樓看出去的彩光 包括視覺效果都很好 如果再高一點樓層 就看得更加開陽更加開闊 沒錯 我們來看看我們房間的一個分佈 我們是一個四房單位 我們除了52是兩房之外 我們做的所有壺形全部都是四房 80多平方可以做到四房 非常實用 我們兩間客房的話 分佈比較平均 大小比較平均 它全部的我們的Tatami 櫃都做了交標 給大家的 兩間大房 即我們這間大客房 再加主人房的話 它就沒有做Tatami 它就做了衣櫃 大家可以看看 這間是另外的第三間大客房 這間大客房 沒有做這個櫃 就有衣櫃給我們 是的 它就沒有做Tatami 我們的主人房的話 它的空間比較大 因為它包含了我們的獨立餵肉 比較尊貴的一個主人房 這個89平方 它就是一個單邊位 大約的話 我們現市五周家園 單價是18000多元左右 根據樓層不同 高低價格有所出入 我們現市的話 全都是帶有這種豪裝去交標 1.5成的首期的話 你買個四房手褲 都是20多萬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擁有這麼漂亮的住宅小區 現市的話 如果大家想了解得更仔細一點 歡迎隨時聯繫阿印 Follow我們這個頻道 隨時為你介紹上盤 Bye Bye